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扎尔斯尼鼓励加入女子骑警队还不到两个月 每天要在烈日下训练近三个多小时 因为跟马还没有形成默契配合 有时会从马背上摔下来 可坚强的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 在日复一日刻苦努力下 如今他也能够骑着马上路直情 对于他而言 女子骑警队不仅仅是一份职业 刚摔下来的时候 还有点疼和点抖 挺吓人的 从马上看到那些姐姐挤马的视频 我感觉挺帅的 就过来加入这个队伍中 加入以后才发现 这个不仅要帅 还需要一份责任心 这段时间也是昭苏的旅游忘记 外景去入口的各个角落 随处都可以见到女子骑警队在出道 拥笔路道交通 帮助游客的身影 他们骑在马背上直前的笑爽风口 更是吸引了一大批游客来拍照 也给昭苏县分添了不少亮色 这支女子骑警队从2013年组建至今 已经有十年的时间 她也成为了当地的一支特色队伍 由于招速县草原木区较多 如果出警遇到车辆不能通勤的地方 利用骑警可以很快到达 他们也解决了很多牧区群众的 疾难冲判问题 建立初始是因为我们出行辖区 多数地方以牧区为主 车辆不便通行 马匹也能够是最快最便捷 能够完成外向任务的工具 招速自古以来就有天马故乡的称号 我们也希望通过招速骑警队 能够对天马故乡打出一张亮丽的驴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殺ke言家 尾灵元 我们开始 Haven't noticed Record包拒议